大家好,歡迎回到TCMIC 我是主持人Robert 我們TCMIC是一個專注於工具機與自動化領域的工業媒體 這一集是我們台北自動化展展前特集 在展前一個月我們已經上了三集的展前Podcast 在這週三台北自動化展就要開始了 讓我們在展前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次還有哪些廠商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畢竟這次有兩個館四層樓一千多間廠商 一天要看完全部我想腿的壓力會很大喔 讓我們從一館一樓開始帶大家看一下 第一間廠商是台灣三軸 他們主要是針對雷射的應用 不管是切削、雕刻、焊接、除袖都有對應的產品 目前他們也在往更小或更多元的應用發展 之前我們有採訪過他們 如果對這些產品有興趣 可以先看看我們的採訪 到時候可以去他們的攤位了解 看看你們有哪些產品適合你們去使用 那我們第二間產商是威騰斯坦 他們主要提供行星式減速機 四伏直角減速機 四伏傳動機構 然後這些傳動機構他們通常都會應用在工具機的各軸的軸繩 吹平機 或者是AMR 甚至他們這邊還有寫說他們用在這種電動的卡丁車裡面 那如果這方面需求我覺得可以去了解看看 這樣子的減速機對你們來說哪些改變可以讓你們的產品更好 那再來是斯德伯 剛剛我們介紹的一間的德國減速機的廠商 那這邊也有另外一間德國減速機的廠商 他們除了剛剛我們介紹的威騰斯坦有的減速機之外 他們還有另外一個特色是 他們有自己的四伏馬達 那他們有一個特色是 他們搭配到的馬達可以不用用編碼器 只需要一根的動力線就可以完成 那如果這樣的話在配線上面就會很方便 而且因為沒有編碼器 所以在惡劣的環境下也可以有更長的壽命 那剛剛我們介紹了兩間德國的減速機廠商 那再來我們回到我們這幾年最熱門的ESG的話題 那這間廠商是能陽空壓 如果廠房有使用空壓系統 我想他們絕對是一個值得拜訪的廠商 他們原本是做空壓機的廠商 那這些年逐漸轉向空壓節能上發展 那比較有特色是他們的排水器 可以達到無耗器的排水 我們在展前的特輯的第二集有採訪過他們 Winni在採訪中有提到說 東南亞的可口可樂工廠 光是更換排水器 一年就可以節省下782萬的電費 而且幾個月就可以將成本回收 如果對這方面有興趣 一定要去找他們了解一下 在那之前可以先聽聽我們的採訪 了解一下能陽他們有哪些服務 那我們一樓就差不多是這樣 那當然還有很多很厲害的廠商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那有興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實地看一下 然後到時候可以在留言中告訴我們 有哪些廠商值得我們未來去關注 那讓我們去四樓看一下吧 那首先是台灣KUKA 他們可以說是全方位的機械手專家 那在目前的自動化趨勢中 KUKA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以往我們想到KUKA呢 通常這種六軸的機械手 這次他們也帶來他們最新的協作型機械手 Easy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影片好了 KUKA Easy之外呢 還要有這種不鏽鋼的 DELTA機械手 在我們展前特輯中 我們參訪的Gym 他也為我們介紹了很多關於這種 DELTA機械手的案例 Easy的案例 那如果你對KUKA有興趣 歡迎去聽一下 了解一下他們的產品 然後到時候可以到他們的展位上去了解一下 這些產品到底有哪些用處 實際的去了解一下 那我們剛剛提到了自動化的趨勢 那我想介紹一下是永生 他們是做工具機的 但是他們跟傳統要打G code或M code的很不一樣 他們是No Coding的加工機 如果你只要做簡單的切削 那你又跟我一樣對Coding非常的不熟 那他們的產品絕對是你的好朋友 或像很多做產品開發的朋友來說 可以自己動手做 不用去拜託別人 絕對是一個福音 有興趣的朋友 一定要去看一下他們的產品 到他們的攤位去了解一下 這東西到底怎麼操作的 那除了No Coding的加工機之外 工件的精準度 以及檢測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那雷泥燒就會是一個很值得去看一下的 不管你是做生產設備 還是終端的使用者 他們都有相關的配套作品可以參考 那這次他們也特別展出了 金屬旋轉光學尺碟盤 和五軸三次元量測系統 那這些產品 不管是你是做設備的 還是終端使用者 做設備的你可能在你的主軸上面 可以裝這個金屬光學尺 那做加工的那你可能可以了解一下五軸三次元量床系統 那我們一管其實介紹的差不多 就像我們剛剛介紹一樓一樣 如果你有了解到哪些特別很厲害的廠商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說 有哪些廠商值得我們未來去參考 那我們未來可以做一集來介紹他們 那一管就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二管 那二管呢我們一樣從一樓開始 那我們第一件是唐銀 他們是做煞車系統的 不管是氣壓的離合器 空油壓的碟式自動器 還是安全夾頭粉磁自動器 他們都有做 那通常會用在螺絲機 工具機 印刷機 包裝機 各式各樣的機械中 只要你有這種自動的需求 通常他們都有配套的產品 可以安裝在你們機台上面 所以說如果你有這方面的需求 也可以去到他們的攤位 去了解一下他們的產品 那再來我們想要介紹一個磁力相關的應用 那他們是豪玉電子 他們主要是做各種磁力相關的應用 那不管是磁力研磨 還是托磁機都有涉獵 那甚至在RFID的智慧刀桿上面 他們都有對應的產品 之前我們在台南自動畫展的時候 也有採訪過他們 那豪玉電子有詳細的介紹 他們的靜止性托磁機 甚至在Podcast的時候 也有採訪過他們 他們介紹了他們的智慧刀桿 RFID的智慧刀桿的應用 目前刀具管裡有哪些特色的應用 那如果對他們的產品有興趣 可以先去看看我們的採訪 聽聽我們的Podcast 然後到展會中拜訪他們 他們絕對可以幫你們解答 那一樓其實就差不多這樣 那我們再來我們就到四樓 那這一區是有一個是3D列印區 之前我們有做了一系列關於3D列印的介紹的Podcast 不管是3D列印的利應用 光固化、金屬列印機 FDM、FAM 然後還有這種中端的量產型的應用 都有在我們的Podcast裡面都有介紹 那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先聽聽我們的Podcast 那這次台北自動畫展 也有很多廠商來的展出 那我們在介紹他們之前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們的老朋友 十威國際 他們有代理許多國外專業的3D列印機 不管是桌上型的也好 還是工業型的 那不管是金屬列印、拖拉鑄造、光固化 這些不同的材質 他們都有對應的產品可以提供給您 甚至一些軟體他們有配到的措施 可以說是一個綜合型的解決方案 所以說如果你想要了解3D列印的一些應用 或者是3D列印有哪些特色 可以去十二國際內 看一下他們有哪些代理的 有哪些服務 再來就是我們Podcast中 幫我們介紹3D列印應用的台科大高速3D列印中心 那在我們第一集3D列印的Podcast中 林尚智教授有介紹到3D列印中心可以幫大家 優化列印的產品的外型 讓原本的減法製造的產品的外型 變成加法製造的外型 然後可以減少我們的材料浪費、增加強度 甚至是可以提供教育訓練以及產品的檢測 這些都是3D列印中心可以提供的服務 所以如果有這方面的需求 可以到他們的攤位去了解一下 他們提供的這些服務有哪些特色啊 或者是聽聽我們的Podcast 然後了解一下之後 一樣可以到他們的餐位 了解一下他們有沒有樣的服務 剛剛台科大3D列印中心 先介紹他們有後端的服務 前端我們來介紹一下矽膠列印 因為矽膠是濃稠的液體 所以需要特殊的列印方式 這間廠商叫3D 他們是專門做這塊的廠商 他們的FAM列印方式 除了可以列印矽膠之外 也可以列印食物以及其他不同的濃稠物料 一樣如果有這方面的需求 可以去到他們的攤位 找他們了解一下 或者一樣去聽聽我們的Podcast 那Michael在Podcast中 有跟我們介紹的很多不同的應用 不管是因肉乾也好 因這個醫療器材也好 通通他們都有相關的經驗 所以可以去了解一下 剛我們介紹了這麼多不同的 列印服務以及列印機的廠商 那我們再介紹一家 列印機的廠商普羅生 那他們是做光顧化的廠商 他們產品從4K到8K都有 那有各種尺寸的產品 那主要還是桌上型為主 但是他們最近還有推出12K的套件 可以滿足大家在加工精度上的追求 那他們除了機台之外 也有做各種不同的光顧化材料 各種材料各種用途都找得到 那不管是快速列印也好 不管是強度比較強的材料也好 他們都有相關的配套 所以可以去了解一下 在光顧化方面 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參考去了解的 我們最後再介紹一間 叫做是紅店 那他們是紅鎮的子公司 他們提供許多的 智慧製造和物聯網的方案 這次也展出了自動化生產的升級 工業設備聯網的方案 傳統工具機升級成網路管理方案 這些都是切入自動化產線必要的設備 而且他們帶來的方案很多都是 可以讓既有的設備變成可以聯網的方案 這對於中小企業來說是一大福音 如果你已經有現有的產線在運轉 那他們的設備可以讓你的產線 變成可以聯網 然後可以往工業4.0的方向一步一步的邁進 所以如果你對這些東西有興趣想了解 可以到紅店的攤委去找他們諮詢一下 以上就是TCMIC針對台北自動化展的介紹 南港一管加二管加起來真的很大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的話 最好還是做好功課 帶上你愉快的心前往觀賞喔 最後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請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節目 並在留言中告訴我們 你想要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產業 未來我們會做更多展會與產業相關的介紹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